昨天是新增了七例本土個案 都跟陶基全聚事件有關 累計確診已經有三十一人 而其中有兩名國小的孩子染疫 包括首推車人員十歲的兒子 安親班同學也受到感染 高雄市府證實 這名八歲的孩童 上個月三十一號到一月二號 曾經和家人一起到高雄旅遊 目前已經完成相關的傾銷 桃園機場群聚案延燒到高雄 十號晚間高雄市府證實 案一七五零五八歲童 在上個月三十一號到一月二號 曾經到過高雄跨年旅遊 目前匡列二十八人 已經採檢十七人 快篩結果均為陰性 包括入住的飯店 商場等相關足跡 也陸續完成傾銷 十號再新增六例本土病例 而這六例分成歌友會及機場 首推車兩條全撥鏈 其中歌友會新增確診的是 案一七四八七 案一七三六九的同住家人 一月七後出現輕微不適 在一月十號確診CT值二十 據於機場首推車傳播鏈則新增五人確診 包含新增兩位首推車工作員案一七五零三 一七五零六曾經和案一七四七三共乘交通工具通勤 而九號確診的居服員案一七四七二 小孩案一七五零四也確診CT值十八 一月九號曾經出現頭痛 居服員的朋友案一七五零七也在採檢後確診 值得注意的是被居服員案一七四七二 照顧家庭的小孩案一七四一六 病毒基因定序結果出爐 確定是感染Omicron變異病毒 是本土首例確診Omicron的兩歲以下幼童 指揮中心表示案一七四七二居服員 曾照顧過七個家庭 共十二人匡列為居家隔離 現階段採檢結果皆為陰性 而十號新增的境外移入個案有二十六例 其中還是以美國十一例為最多 記者吳雅宇 謝其文 朱鳳之武奇稱 綜合報導 güzel 都市民正確診 都市民正確診